在Beautiful AI,我們怎麼樣加入Print Screen,就是螢幕拷貝 首先建議大家就是要在電腦的桌機安裝Drawbox的PC版 Drawbox的PC版裝完之後,帳號登戶之後 在常駐程式的右下角這個地方可以看到Drawbox 請你點開,點開之後按右上角的螺絲,這個螺絲裡面有一個叫偏號設定 偏號設定裡面的匯入 然後把這個打勾,Drawbox分享螢幕打勾,然後套用 那這樣的設定就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到任何一個頁面,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按Print Screen 再按另外一頁,再按Print Screen 好,那這樣已經兩頁之後 我們到我們的Beautiful AI 去增加我們的 一張投影片 那這個投影片我們新增Image的時候 這時候選擇上傳 來自哪裡,來自我們Drawbox的資料夾 所以裝完PC版的Drawbox之後 就會有一個Drawbox的 底下有一個叫螢幕截圖 那點開螢幕截圖 那這個地方會按照你的時間順序 把剛剛所截圖的兩張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截圖兩張,他會把時間 會記錄變成檔名 所以當我們要選擇第二張的時候 打開 那就直接加入我們這個Drawbox 的截圖 這個截圖我們再去做調整 比如說你如果要強調 哪個重點的話 你可以移 移到你的想要表示的重點 好 那這樣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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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